大家好 大龙先生 山东省泰安市 我今天来的这个景点是咱们去泰山的必经之路 叫泰山第一新宫 戴庙 戴庙 历代皇帝去泰山的时候都要在此 拜泰山之神 冬月大帝 还有祭拜泰山老母 就是地侠援军 这个叫姚参 姚参 姚参亭 姚参亭整个这个叫 姚参亭前面这次姚参坊 这是清代的建筑 清乾隆年间 姚参亭在这个 在这个叫做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它上面写几个件叫登泰山起点 这边有这个文宝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大卫戴庙 戴庙是中国四大古建筑群之一 比如说像这个故宫 像 碧树山庄 还有济南 济宁 曲辅 孔庙 再加上代庙 四大古建筑群 好 大龙在这个视频大家逛一逛 始建于唐 唐代唐宋 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现在是 就是清代建筑风格比较明显 是不是 里边供奉的是泰山老母 就是泰山老奶奶 地下援军 遥参亭 好 咱们往下面去 因为这个摇山亭这里边是祭拜的泰山老奶那边 然后是不收费的 真正前面是收费的 大家看一下 前面是正阳门 是不是 北京也有个正阳门 看到了吗 正阳门 这个叫玲珑坊 也叫代妙坊 它是始建于清康新年间 它整体全部是用这个石头 石头 毛笋结构 石头毛笋结构 仿木的那种 然后建造而成 由于年久 然后我们现在都用这个铁钉 给它固定起来 爬它坍塌 这毕竟也是清康新年间的 是不是非常非常宏伟 是吧 咱们你进去看一下 这座建筑真的是让我特别喜欢 明显带有古代的气息 而且很多游客 在正阳门这个位置 就开始拍照了 代妙 看到了吧 门票价格是20元 以前门票价格是30元 后来20元 它四周都是城墙 四周都是城墙 历代帝王 这是中轴县 历代帝王到冲始进入 这是玲珑坊 叫代妙坊 参拜太三神先拜 叫遥参门 就是这个 前面这个 好咱们先进去 刚一进代妙 然后前面就是第一个门 第二个门 佩天门 这边有代妙的介绍 就是古代帝王 始建于秦汉 拓建于唐宋 金元明清 多时重修 保存最完整的一树古建筑 规模最大 泰山之下 泰山的保存最完整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这两边 这边有一个唐代的槐树 东边有个唐代槐树 西边有一个柏树 这个柏树可厉害的 是汉武帝守之柏 大龙大家看一下 这个院叫汉柏院 院内这些死刻碑文特别多 特别多 摆数也特别多 但是这颗柏是最厉害的 这颗柏是汉柏 是汉武帝守之柏 比较连理一柏 你看水晶柱曾经记载 这写着 汉武帝守之也 距今2100多年 此柏为代妙的标志性静观之一 大家看这个柏 这个柏上面有火烧的痕迹 曾经大火烧过 这个柏烧死 但是这两个柏其实都烧死了 都有火烧痕迹 但这个柏奇迹般的复活 看上面又长出新之夜 很神奇是吧 这是代妙的标志性静观之一 这也是院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 是宣河重修太阅庙祭碑 立于宋徽宗 宋徽宗宣河六年 后边记载着四个字 万代沾阳 看看 万代沾阳 是仁安门 也是宗宗县上的一个门 然后它是始建于元代 明清时候重修了 明清时候重修一下 仁安门取役于轮雨当中的仁者安然 仁安门 咱们过去 这就是整个代妙的最著名的殿了 也是和太和殿齐名的 叫天矿殿 矿殿就是属于正殿 跟太和殿那种类似的 这个叫做 在这个位置 皇帝到这个位置走上去了 所有大臣在这个位置停下来了 前面就是皇帝必经之路 这就是 泰山代庙的摸符石 不是迷糊石 也叫这个符商石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游戏 这是曾经上过这个央视新闻的 这是左三圈右三圈 你摸 闭眼你摸 摸完了之后呢 往前走 闭眼走 如果能摸到前面这个树 证明你 有辅能得到泰山的这个 泰山神的赐福 你看现在摸的都包浆了 都包浆了 赴上石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就点这个戴庙 戴庙天框殿门前 这就是戴庙的主体建筑 宋戏天框殿 始建于1009年 这个殿可以跟太和殿齐名 它是中国三大殿之一 另一个是在屈府 是孔庙那里的一个点 大龙还没去 里边有一个图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这就是泰山神起碧 余伦普 壁画汇于北宋面前 这是重点文物 给大家看一下 壁画完全墙壁 哇塞 哇塞 整个这个殿 天框殿里边全部都是 这也是宋朝的建筑 这里边供奉的就是 冬月泰山之神 泰山大帝 我们现在在这个 戴庙的这个城墙上 这是最后一个门了 叫后载门 后德载雾门 我面前就是去泰山的必经之路 古代皇帝都要从这里走 都要从这个城墙 看下面游客 从这里走到前面这个鸿门 直接抵达泰山 我面前就是泰山 面前就是泰山 这是这个戴庙的最后一道门 皇帝在这里休息也好 祭祀也好 然后准备好一切 就要从这道去往泰山 是必经之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